大家好,我是兰迪老师 在刚刚学过的第一课里 我们在车站发现了一只手提包 嗯?这谁的呢? 最后经过询问 终于找到了这个handbag的主人 其中我们重点学习了简单的问句 以及它肯定的回答 那咱们第二课 就是对于第一课内容的练习和运用 同时还增加了真题的练习 让同学们提升能力顺便考试 本节课练习的关键词叫repetition drill 就是反复练习的意思 在下面的对话当中 你将会听到这样一类问句 用于询问这是你的什么什么吗? 比如你会被问到这是你的书吗? Is this your book? 如果这是你的 你就可以回答 Yes, it is 接下来就让我们学以致用 跟着课文一起操练起来 我们的练习分两步 第一步叫look and listen 大家有了321听说训练的基本功 知道第一次听音频的时候 不需要看文稿 也不需要张口说 只是无压力的聆听就好了 你将会听到一小段音频 注意结合画面来理解意思 第二步呢 Listen and Speak 听到语音指令后 尝试着去提问或者是回答 注意模仿你在第一段听到的语音语调 还有句式表达 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Let's get started Ready go Repetition drill Look and listen Do not speak Look at number one Is this your pen? Yes, it is Look at number two Is this your pencil? Yes, it is Look at number three Is this your book? Yes, it is Look at number four Is this your watch? Yes, it is Look at number five Is this your coat? Yes, it is Look at number six Is this your dress? Yes, it is Look at number seven Is this your skirt? Yes, it is Look at number eight Is this your shirt? Yes, it is Look at number nine Is this your car? Yes, it is Look at number ten Is this your house? Yes, it is Look at number two Look at number two Is this your pencil? Yes, it is Look at number three Is this your bag? Yes, it is Look at number five Is this your coat? Yes, it is Look at number six is this your dress yes it is look at number seven is this your skirt yes it is look at number eight is this your shirt yes it is look at number nine is this your car yes it is look at number ten is this your house yes it is 在本节课的内容呢 词法方面大家会认识到身边更多的名词 你还会学习到如何用 啊来表示一个 在核心句型方面啊 你会学会肯定句如何变成一般疑问句 掌握声调和降调的诀窍 还学会询问 这是你的什么什么吗 比如说 is this your 什么什么 is that your什么什么 咦他们直接有什么区别啊 是的 就是yes it is 如果不是 no it isn't 那我们先来看词法 词汇积累部分啊 今天的生词一个一个过一下 看到单词我们要先学会找原因 只有一个原因呢 单词我们就把它分开 原因在中间 辅音放两边 跟着Landy来拼读一下 先拼再读 自然就会写了 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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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cil 很明显有两个原因 请大家要先切分 来找到原因i 前面留一个c 最后e 两个原因切一下就够了啊 分开 pen pen pencil pencil pencil两个音节 很简单是吧 book 原因组合 oo在中间 辅音放两边 b o k book book 嘴巴不是book 嘴巴不绝 book ok coat 原因oa是组合 放中间 跟着Landy拼读啊 oa组合 发o 来拼一下 k o t coat dress 大家是不是能够一眼看出它的原因就是一个e 好 dr读dra dra 来拼读一下啊 dra s dress dress 这个dress 哎 它叫连衣裙 像Landy这样穿的 有上部分下部分的叫连衣裙 下面这个单词读 skirt 它叫短裙 啥意思 没有上半部分啊 只有半截儿 叫短裙 skirt 在这个单词先找到原音ir 读 前面这个sk sk 要读成sg sg 哎 连起来 sg ert skirt 非常棒 下面这个单词怎么长得跟skirt那么像啊 只有一个辅音的区别 来 先找到原音ir和t是一模一样的 区别在于sh 它是一个辅音组合 读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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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t sh 我们有很多同学背单词背的是字母啊 这两个单词他们就会经常混淆 但如果你能够善于去找原音组合辅音组合 这两个词是不是差别很大呀 我们再来一下 skirt shirt i 是不是不一样 好 下面一个词 car 找到原音ar是组合读 r 评读 car car good 好了 在词法部分呢 我们来聊一下 如何表达一个房间 一只狗狗 这一顿大餐 一件衬衣 一条 这个名词前面都叫什么 叫量词对吧 哎 但是在英文里啊 它还特别的简单 就直接加一个呃 就可以表达一个房间一个狗狗一个大餐 是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英文要比中文简单的多呀 咱们了解了中文英文量词的差别呢 那既然差别这么大 它是不是有一个名字呀 没错了 这个呃就叫贯词 哎呀 有很多同学不会用 接下来 landy有一句话 让你瞬间描懂 这个贯词和名词 它中间 它是什么关系啊 它们是生死不分离 有一个名词 就得有一个贯词 那到底什么叫贯词呢 我来给你详细唠一唠 到底什么是贯词 贯词又怎么用 我们用一分钟来解决它 我把贯词啊 比作名词的衣服 如果名词上街不穿衣服啊 那不就是裸奔了吧 我还把贯词比作名词的帽子 它呢 穿的话 只能是戴在头上 来 我们看一下 你看 房间前面要加一个 a room 就是有贯词了吧 狗狗前面要加a dog 听完上面的比喻 大家是不是可以理解 哦 只要名词前面没有贯词 它在英语的语法上面 就是不对的 好了 我们接下来呢 学习句法 今天啊 聊一聊陈述句 怎么变成疑问句 在汉语里面 那很不简单吗 你是landy 你是landy吗 直接加一个ma 加个问号 那英文怎么变呢 比如下面这句子 this is a handbag 这是一个手提包 那如果你问 这是一个手提包吗 那该怎么问呢 咱们其实是有一个公式 可以套用的 叫一找二条三问号 什么意思呢 先在这个句子里找到是 那一个单词是是啊 this is a handbag 那个is就是是 那条呢 把这个是挪到句首 调好了是吧 尾巴上再加一个问号 是不是超级简单啊 陈述句的时候 句子读降调 this is a handbag 那变成一文句 this is a handbag 这个句子就要变成声调了 其实跟我们中文一样的 你是landy吗 对吧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个句子里两个不同的词 is this your dog 那你的狗吗 这个是this is that your dog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大家看到 this离我很近 that离我很远 就这么简单 别人这么问你的时候 你该怎么回答呢 如果你没有注意 说什么呢 pardon 如果你听懂了 说oh yes it is thank you very much 别人说你家狗狗走丢了 这是你的狗吗 oh yes it is thank you very much 你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这样 no it isn't 这不是我的狗狗 我们家只有一只猫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 我们通过repetition drill 练习了上一节课的句型 is this your is that your 那我们在词法方面 认识了很多的名词 我们也学会了英文里的冠词 er来表达一个 你不需要像中文里的一个一量一架 这么复杂的量词 只要学习一个 er就够了 是不是很简单 在句法方面 我们学会了如何把肯定句变成了疑问句 就是一找二条三问号 找到是把它调到句首 句子的尾巴上加一个问号 就这简单的三步 记住啊 疑问句要用声调 is this your dog 那降调呢 通常是肯定的说法 比如说this is my dog 我们最后还强化练习了句型 说这个东西是你的吗 is this your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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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his your pen is that your dog 这个this和that就是 你说话的时候 离你近就是this 这个离你远的就是那个 好了 我们做完知识点的总结之后呢 就带着大家来正刀正枪的练一下 我为大家准备了五道练习题 这是同学们在学校里 一定有可能会考到的 咱们就提前演练一下 请大家暂停视频 看看你能用几分钟把这些题目做完 第一题 may i use your pen 这个呢 是不是先征求对方的同意啊 啊我能借用一下你的东西吗 这个时候打扰别人用什么 选项啊 是不是应该用我们道歉 事前道歉 excuse me 你选对了吧 第二题 is this your coat 别人问 这个东西是你的吗 这件外套 那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你听不懂 第二个时候有可能是是的 第三种就是不是 就这三种 那我们来看看 它后面是一个句号 所以用c选项行不行 pardon 啊不行 pardon是问号哟 所以我们应该选b选项 yes it is 因为它没有第三个说不是啊 是不是做这种题越来越快了 第三题 excuse me 别人说喊你一下 你这猛音回头 yes 干嘛呀 哎 这个时候是一种本能的下意识反应啊 这是课文里的原句对吧 别人拍一下你肩膀 干嘛 在英文里就有一个词啊 叫yes 非常棒 第四题 is this your dress 又问这东西是你的吗 咱们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 yes it is no it isn't 这两种是或者不是 还有一种是没听清 对吧 叫pardon 我们来看一下选项 一二三的语法上都是错的 只有D选项是正确的 好了 最后一题了 is this your watch yes it is 哎 你的表吗 是啊是啊 那给你吧 人家把东西还给你了 你这个时候下意识的反应 肯定是感谢咯 我们看一下选项里面 A B C 都是错误的表述 只有D选项是正确的 同学们 做完这些题 你有没有一种 酣畅淋漓的感觉 以前呢 咱们是特别害怕考试 那是因为我们第一 对词法 句法 课文 不了解 但是当大家结合了第一课的课文基础 结合了第二课的这种 repetition drill 反复练习 当你再回来看这些题的时候 感觉是不是都是送分题呀 特别棒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第二课的全部内容了 咱们下期课再见 Thank you very much See you guys next time